就一頁一頁看 其實螢幕還是很大的 可以請大家稍微更專心的 張開你的大眼睛看喔 好 謝謝 我們請六年時班第三組請開始 大家好 我們是 我們是六年時班 第二組 呃 呃我們是最我們最強 改造小丸頭 好 呃今天我們為您介紹DFT的計畫 感受不要 最近我們困擾的地方有三個 呃在這段時間 我們發現牆壁龜裂 均裂掉落 然後呢色彩非常的不豐富 然後呢菜園也沒有一個非常好的名字 那造成這些問題的可能呢 就是可能 牆壁老舊或是太多人去拔他們 所以 牆壁掉那個磁磚掉落 然後呢 為什麼會退色就是風吹日曬顏色變淡 或是被抵押等 使他不好看 想像 如果問題解決最好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那裡有多一點色彩 然後也希望有多一點能知道 學校那個地方 為什麼要用這個方法 之前和老師討論很久 請求學務處主任帶我們去找 認識的磁磚老闆 然後順便教我們拼貼磁磚 然後拼貼磚 十件 一準備四箱 我們準備了四箱磚 一大袋水泥 三個水桶 三個鏟子 還有三條抹布 樹枝 菜瓜布 還有乳膠漆和釀光芯 樹枝是因為 水泥很噁心用手摸的話 很難洗掉 所以用樹枝狗才不會沾到手 二 實踐行動 首先我們先請師父教我們拼貼紙磚 然後我們請三到六年級幫我們票選的幾個名字 但最後 經過老師和主任的無情打槍 最後選出了 書庭莊園這個名字 然後我們再把名字貼在牆壁上 剔完後再 塗上了三層乳膠漆和一層亮光漆 乳膠漆是因為要襯托出字體 然後亮光漆是要保護乳膠漆 最後我們用菜瓜布 抹布清理磁磚上的水泥 還有這樣東西 配食三個都會才完成 這個是我們一開始還沒有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做了 還有點醜 就是已經做一半了 這也是過一半了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 我們遇到第一個困難就是要用水泥池 不小心把水泥粉打翻了 那我們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先把水泥粉燒起來 再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下次用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 那我們遇到第二個困難就是 剛做的時候其實是不知道怎麼貼的 直端一下做完就掉下來了 那我們這個方法又是如何解決的 就是塗多一點水泥 然後再壓一壓 等它快乾的時候再把它放開 然後我們遇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 剛做的時候材料是不夠用的 然後我們就是花了很多時間都在等材料 那我們是如何解決的呢 就是我們和祖安去外面找了好幾家 有賣子的地方 找了三六小時多才找到了 一個地 好 今天遇到冬天寒流下雨天 我們都沒辦法 所以我們晴天一有空 大家就會犧牲自己的時間來完成 甚至在寒假六日我們也會來做 這次我們這組電視的結果非常的好 很漂亮 不過近看還有一些缺點可以改進 這次的行動 我們也讓我們的學生知道了這個菜園 也為我們的校園多了一份色彩 在我們街的旁邊還有許多面材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未來 六年級繼續這項工作 變成校園傳統 也讓學校常有心理 這個是我們完成的時候 我們是如何分享這個我們做的DF 我們是透過DFD檢章讓三四五六年級 也能試試看參與DFD 也讓你們知道我們怎麼改變這個故事 然後這個是我還沒做的 然後這個是我還沒做的 這是做完了 你會有看到我的感驗嗎 而且還讓我們知道另外一件事 就是當水泥裝完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並不能吃午餐 所以我以後也要好好講說 不要當水泥裝了 我自己的感想就是 是在來做水泥裝的機會 但過程其實是蠻有趣的 我們這次貼的瓷裝可以放很久 所以我們畢業後還是可以回來 這次的行動讓我感受到 原來做水泥裝那麼辛苦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讀書 但也要謝謝那些為我們付出的水泥裝 在這段的時間 雖然很浪費或花費了很多 我玩樂的時間 但是每當看到那邊牆 心裡都覺得一切值得